三星地区农会办理第八届宜兰有机茶分级品鉴活动 并邀及全县各产茶乡镇来参与 共有大同乡、三星乡以及东山乡等11位 具有有机验证资格的茶农 来参与这次的分级品鉴活动 结果由东山青农李维 荣获了这一届的有机茶王殊荣 农会特别来举行颁奖典礼 表扬各获奖的优秀选手之外 也要将宜兰县内的好茶来推向全国 我们大家知道宜兰县的好商好水好环境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地理的有机茶王 每次都在我们议典礼馆 可以都在到冠军 所以这非常不简单 自茶的过程也很辛苦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机茶王 可以说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地理当中 晚上两点三点因为发酵 不能去超过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整晚都没睡 所以这个真的很辛苦 但是为了让我们宜兰县吃到最好吃的 有机就是无毒的 所以大家时代进步生活平静体生 大家对它健康非常重视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这里 鼓励我们这些有机茶王 现年43岁的东山青龙李维 民国100年从台北返乡投入茶叶生产 曾入选百大青龙 制茶的技术纯熟 这次被评选出为有机茶王 可说是实至名归 有机茶在宜兰这个环境是得天独厚 我们有很好的环境 那当然好的环境里面有好的茶园的栽培管理 然后再一个好的制程 那我们很有 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现在这个年代回来 很多老一辈愿意教我们 之后再配管理的一些美美咖咖 对那我们前辈也不吝射的教 我们在制程上面有很多要修正的 那所以当很多前辈愿意教我们之后 我们的进步就很快 这样子 那当然有机管理就是 产量会减少 但是你对于土壤对于环境 其实它是有一个永续的作用这样子 所以我们返向回来是希望 可以看到我们宜兰是一个 从养生村到友善环境 然后甚至整个宜兰它都是 讲出去是代表一个有机的一个产物 三星地区农会今年特别将上将礼 结合在地好茶 推出了2024年 三星理想茶香活动 除了可以品尝新鲜灾彩的上将礼 还可以喝到当季的有机茶 感受到三星农业的好滋味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恭喜 杀技术 杀技术